太好笑了 太刺激了 主情史诗剧作 你们在洗钱吗 大家好 我是刚看完传说的小丽 大家好 我是乐吉 传说啊 可能是我俩近期 在电影院笑的 最开心的电影了 因为这部电影的槽点 啊不是 笑点真的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 就把我们两个看电影的时候 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点 给大家讲一下 友情提示一下 这期视频全都是剧透 反正应该没人看 首先 先给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们 理理他那个七岁的剧情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用演员名代替角色名 因为是记不住角色名 电影分为古代和现代两部分 现代的成龙和张艺兴 是两个考古学家 他们找到了一枚玉佩 然后自从找到这枚玉佩开始 这两个人就开始做梦 而梦到自己变成了 汉代的将士 一边保家卫国 一边和鼓励那扎 谈谈谈 啊 谈谈的是AI成龙 张艺兴是AI成龙 和鼓励那扎爱情的守护者 对 然后古代的戏份呢 就以张艺兴和娜扎他们两个角色的壮烈牺牲结束啦 现代的部分呢 就是成龙和张艺兴拿着这枚玉佩 开始寻找匈奴的宝藏 两个人大概在进行一些 保护国家文物的活动吧 应该吧 首先 这部电影的第一个笑点 就是这部电影上一天 一直鼓吹的噱头啊 把70多岁的成龙 AI换联成了20多岁的成龙 然后让大家进电影院看到 哦 年轻时候的龙叔 因为是AI合成的 所以它电影里每次出现的时候 永远就是眼神呆滞 并且嘴角微微上扬 30度 有一场戏 他跟唯一的反派李志廷贴身肉搏 两个人看着一把刀还是剑在那里净身推拉 李志廷面目正宁咬牙 切齿我觉得他的牙都快腰碎了 但是镜头切到AI成龙的时候 他在微笑 最绝的是张艺兴的角色 下线的那一场戏 张艺兴人躺在地上 AI成龙的配音在哀嚎 但是他的眼神是涣散的目视前方 嘴角还是 微微上扬 30度 张艺兴的角色下线 应该算是在电影里一个高潮的时候 但是就在这个高潮时刻 坐在我们后排的一男一女 起身离开了电影院 一直到电影结束都没有再回来过 反正他们来的时候 我看是一起来的 走的时候是一个人走左边跟走右边 我在想如果他们是在dating的话 看完这个电影应该对对方的评论有样的一些质疑 第二个笑点 是这部电影很多情节都莫名其妙 首先你根本不知道 AI成龙和纳扎是怎么爱上的 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纳扎被李志廷追杀 AI成龙英雄救美 然后后面画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剧情是 两个人坐在草地上 纳扎问AI成龙 你喜欢蒲公英吗 AI成龙说 他很漂亮 然后就爱上了 纳扎角色下线的时候 他说他喜欢AI成龙的原因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虽然两个人素不相识 可是AI成龙还是愿意舍身相救 那其实这里有个问题 那个时候明明张艺兴也救他了呀 而且是张艺兴的角色伪装成了纳扎 帮他引开了敌人 那AI成龙可以 为什么张艺兴不可以呢 因为他很帅 还有电影里给纳扎安排了一场舞剑的戏 这场戏就跟纳扎的角色一样啊 漂亮的是毫无作用 纳扎一个人在花田里踢要起了舞 然后刚好就偶遇到了AI成龙和张艺兴 AI成龙问纳扎为什么会在这里 纳扎说我在这里等我妈 我在电影院真的满脸问号 就是本来等人的时候在跳舞就很荒谬了 可离谱的是当时的剧情应该是 纳扎跟他妈在逃命的路上 啊你妈不在你不应该是很着急很担心的妈 你居然在这里舞起了街 妈 哦 你是你 你是你妈 第三点 是这个电影里面关于马的镜头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头马的镜头多到我中间一度怀疑 这部电影的映仓主角是不是马 有一场戏是AI成龙跟李士廷搏斗 AI成龙被绑住了动不了了 结果是他的马冲出来解救了他 还有后面 AI成龙 中毒的时候 那匹马看到受伤了AI成龙 退后了两步 然后给AI成龙跪下了 哇 牛逼 当然我觉得最冤枉的还是张艺兴的匹马 跟着张艺兴出战的时候 腿上就挨了两刀 张艺兴跟着纳扎去给AI成龙找解药的时候 还非要骑这匹马 于是这匹马就是倒了大眉 拖着受伤的腿 拖着张艺兴 从白天跑到黑夜 从草原跑到雪地 终于在终点的时候把自己给累死了 完了 张艺兴还特别依依不舍地割下了距离 马毛作为纪念 我真的 不是 我请问你们剧营里就这一匹马吗 但凡你们换一匹没受伤的马跑呢 关键是他前面还专门有拍了一段 万马奔腾的剧情 还有豆香仙的霍须兵说 啊我们有好多的汗血保马 结果就飞渴着这一匹马的毛毫 我觉得这个情节可能是导演啊 想要把这个马拍的死 就是啊他死的好壮丽 然后加点BGA狠狠地 转一把观众的眼泪 我们看的时候确实很想哭啊 一是哭这个马死的可以说是天降横祸 二是哭我们19块9的这个电影票的钱 给的还是太多了 什么推前 既然说了张艺兴的马下陷了 那就不得不提张艺兴的角色下线 这个让我后排观众提前离场的 本片的高能片段 张艺兴去找解药的时候 不仅他的马受伤了 他自己也受伤了 他也是盯着伤去找解药 张艺兴的马跑死了以后呢 他拿着解药回去的路上 又换了一匹马 结果就那么刚刚好 在他回去的路上遇到了 巨大的暴风雪凹 马又被暴风雪凹 追到了一个雪凹边上 掉去死掉了 马没了 嗯 但是张艺兴他还要继续送药 因为他要救他哥 AI城楼 所以他凭借着过人的意志 一个人从黑夜爬到了白天 从雪地爬到了草原 这一段他的转场过渡 再加上张艺兴在那里 深情并茂的 我真的差点在影院笑出了眼泪 而且最重要的是朋友们 张艺兴和娜娜两个人 起码去找解药的时候 是从白天跑到了黑夜 而张艺兴受着伤爬回来的时候 是从黑夜爬到了白天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受了伤的张艺兴 他爬的速度约等于马全力奔跑的速度 哇 好荒谬 然后张艺兴爬着爬就把药送到了军营 这个时候 郑悦诚骑着马过来了 拿到了张艺兴的药之后 骑着马走了 然后张艺兴的角色就累死了 是因为张艺兴的英文名叫累吗 我的航呼叫累 不是我说就是 郑悦诚你都骑着马过来了 你就不能顺便把人抬走吗 另外张艺兴角色的设定 应该是一个弓箭手 但是他这个弓箭手 是拿他自己的脑袋当弓 把自己的弓当成箭 当我看到 他把弓从脑门上甩出去 然后成功割下了 身后两个骑兵的脑袋石 我的大脑就萎缩了一下 还有我不理解 张艺兴作为一个弓箭手 为什么骑着你一直在抗死五抠啊 你觉得他觉得这样很帅吗 发音 在电影里我觉得 死了最离谱的是 拿渣的角色 拿渣的顺利应该类似于那种圣女 就是还会一点医术 就AI成龙中毒受伤的时候 他说 我来 我来帮你把毒吸出来 然后卷了两口以后 他说 这是我们匈奴才有的毒 没有解药是好不了的 那你干嘛还要卷那两口呢 你都知道是毒了 但是后来我想 他卷那两口可能是为了 诚一下 这是什么毒 卷的第一口的时候说 哦 这不是普通的毒 卷第二口的时候 哦 这是我们 酥奴的毒 然后那渣就去找他们 那个大萨满药解药了 那些那渣就是管 那个大萨满药解药的 那个场景啊 我觉得真像张艺兴的那一个 但是那个大萨满说 啊 我这个解药只能救一个人 毫无意外的 那渣就把解药给了一挨成楼 然后他自己就被堵死了 我说 但凡你那个时候 管住你自己的嘴 不要卷那两口呢 算了 你如果不卷那两口的话 你可能就要跟张艺兴 一起从雪地爬到草原了 这个电影里 唯恶的女性角色 基本是没什么用的 努力那家的角色 只负责美丽 然后导演也只拍她有多美 然后彭湘然的角色 就是个烈闹 暗恋不解风情的 钢铁直男张艺兴 一群人去冰川里寻宝的时候 所有人都裹得奄奄实实的 但是彭湘然却穿着个 露西短裙 理由是张艺兴说 她穿裙子好看 还有后面 大家都在激烈的 枪战搏斗 生死存亡的关头 张艺兴跟彭湘然说 你快走 你快走 彭湘然说 不 我不走 我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彭湘然答应 离开张艺兴的原因是 张艺兴说 只要你走了 我就答应 做你的男朋友 真不服 但是这也不是说 女性角色没用了 这部电影 从剧情到角色 都没有任何业业 而李治庭 作为电影里 唯一一个反派坏的事 既刻板又浮钱 因为算命的说 她当不了凶恶的王 她不信 所以杀掉了她爸和她弟 而算命的又说 她拿不了宝藏 她不信 所以到了现代 她都在忙忙碌碌寻宝藏 结果之后 也被那个宝藏给砸死了 该说不说这个算命的 算的是真准 然后其实这里面 AI成龙主角是吧 但其实你看完全片 你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是主角 她没有任何的主角关怀 也没有任何的主角的魅力 她的战马的高光戏份 都比她多 所以我说主角应该还是马 Anyway 电影结束的时候 我坐在这个影院里沉思了好久 我刚刚看了些什么 他到底想向我表达些什么 原来我两个半小时 是可以这么被浪费的 我的球越来可以那么不值钱 我的时间越来可以那么不值钱 我坐在电影院的每一刻 都像无尊真转 电影赛场的时候 我前排的男生转了过来 我觉得他大概是想看一下 有哪些大冤种跟他一样 真实到了最后 我跟他的眼神 有虚微的对视了一秒 然后我们都选择移开了 我们都迅速的移开了 我觉得大家的内心都非常的复杂 一方面我们都想嘲笑对方 居然能把这头Shit从头看到尾 但是另一个方面 我们又因为自己也靠来这头Shit 所以感到十分的羞愧 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大家不小心吃到了同一坨屎 然后在尴尬之中 我们心照不熏地决定保守这个秘密 出了这个电影的门以后 我们谁也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 好了 时常有限 草点太多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多多一见三连 安慰一下受了工伤到我们吧 如果你不信邪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但我建议不要花超过20块钱 多数还是多的我觉得 如果大家还想让我们去测评其他电影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后带你去给我们留言 点赞超过3万 我们就把评论区点赞量最高的电影给大家测评了 这里是娃美 我们下期再见